台湾中部地区的黄花枫林墓最近正值开花时期 而气象局预估这星期有机会降雨 等雨过天晴后花矿会更好 一起去看看 开车经过中南路分园队 金黄色花朵开好开买 吸引路人驻足拍照打卡 这里是分园的黄金大道 初春黄花枫林墓相继绽放 花色鲜明引人入胜 很漂亮 它要开花之前它要先干 就是不要落花要搭 再来如果落花下去 它就会爆开 今年的花枫会很好 红花枫林墓又名金峰林 黄中墓获伊贝树 墓长可到25到35英尺 春天开黄色花朵 也是巴西的国树 台湾西周段有2.8公里近300棵 征南路分园段5公里 长约有600棵 最近田尾公路花园 又有2公里 将近四五百棵的黄花枫林墓 蛮好看的 除了黄花枫林墓外 在大业大学内也种植了11种樱花树 校方也在樱花树下规划查栖活动 让师生在樱花树下平民赏花 上一堂不一样的户外课 新唐雅海电视叶锡红 台湾张华采访报道